10月1号在台北奢侈百年纪念活动的时候 陈水扁是首次表示 希望台湾社会蓝绿和解 更希望两岸和解 那邱教授啊 您觉得陈水扁在这样一个场合 发表这样的言论有几分真心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要看陈水扁的门道 那就得来问我邱毅 陈水扁为什么会选择 在这个时间点谈和解呢 我来帮大家分析几个陈水扁的盘算 也就是帮大家了解中间的门道吧 第一个门道 陈水扁本来就是一个 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的人 是一个充分政治投机的人 他原来在台大 参加国民党的知青党部的时候 他当时候也是非常积极的 国民党的小组长啊 后来他发现 他是穷人家孩子出身 普通话说的不好 也没有背景 也没有长辈提息 所以他决定要换跑道了 他原来考进台大 是第一志愿哦 是台大商学系的工商管理组 成绩非常的好 他毅然决然放弃 重新参加大学领考 考上台大法律系 从此他开始 从民进党的基层做起 慢慢地冲上来 他在民进党里闯出了一片天 这就是陈水扁的性格 他没有中心思想的 哪里给他权利 他就靠向哪里 他说啊 他说大陆跟台湾打 大陆一定会赢啊 台湾买战的武器 也打不过大陆啊 好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 陈水扁也知道 将来统一 而且统一之势必成 他会为自己找个出路嘛 所以提到两岸和解 你看陈水扁最近 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跟过去高高在上时候 张牙舞爪 搞暴走台独 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陈水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蔡英文现在 傲慢傲慢再傲慢 陈水扁现在当然要谈 和解和解再和解啊 代表说他比蔡英文更高一等 他跟蔡英文不一样 他才能够成为 另外一个重要的选择